第九場賽事,回到泥地,是三班的1200米 這一場開票最熱就是協進神區3.8倍 過完關之後也是3.8倍,最後回飛,回到4.9倍 元朗之星開票7倍,開票的時候也是7倍 凡哥兒下票,開頭有70多元,開票的時候下到4.1倍 激賞曾經有過關飛了93元,開票的時候就回到16倍 接下來這兩場都是泥地賽,當時泥地賽已經濕透了 起步的時候文明之星,外黨應聲彈出,內黨掌金大王自然快 中間還有惡林天下多多保企,元朗之星起步梁家俊 Feed他兩邊,希望都跟到前面 接著還有日日營,外黨的凡哥兒 後一堆位置,月跑得,開心威龍,公正福掌都很後下 拍著他還有激賞,暫時然後周俊諾,協進神區 開始入彎的時候,前面掌金大王雖然地濕,都為他快些 鵝林天下守著第二,覆著第三,多多保企 文明之星雖然綁重一點,走著外地 但今天可能沒什麼吃虧,在內側凡哥兒 接著還有馬內黨的元朗之星,正在吃泥 然後還有月跑得,日日營,扔出外黨的公正福掌激賞 在美那隊,暫時協進神區,都扔出外黨 日本之後直路的時候,前面帶頭就是鵝林天下 文明之星,你看他的衣服多乾淨,這裡騎來 不用吃泥,原來有的 後面上來的馬,凡哥兒多,外面激賞,公正福掌 還有百多米的時候,前面文明之星 雖然綁重一點,一直都押著鵝林天下 後面激賞,逐步追近,中間就公正福掌 但前面文明之星不要緊,濕地也挺厲害的 那張第一名文明之星贏,激賞第二 第三名的公正福掌,第四名是鵝林天下 四隻最外檔的馬,剛剛搞定了四重掌 九十、十、十一、十二檔 不過那些元朵之星,不幸運 本來他坐著,第四可能第三都有 進入職路,塞了 來到這場地已經濕透了 是的,這場是很明顯的 現在作酒外當作是森 所以田泰安這個酒位沒有問題 全程開店 他開正他的飯 到了這個時候 你回來看看,其實他是文明之星 是馬的安部有少少少泥漿 他最乾淨 他的褲子還是很飄和很白 真的不用衝 今天難得,以今天這樣的賽道形勢 你想想,現在第二名的激賞 你回來還會看到白衣服 酒內蘭那些,你已經看不到那些衣服 其實是元朗之星,一條直路是騎不到的 這裡不夠位 一直騎不到 但他是好,因為他走內蘭那些泥漿的地 他有一點追逝 他現在才走出去看空 如果不是他一定過緊 就停了,天下都已經 他這兩場都是兒子的 上場又是過終點堵 騎不到的 上次全程是三、四碟 是的 但不知道三、四碟完都堵了 其實這場他壞在,早段打了兩邊 跟著在前面的位置都困住了 跟著貼了,反而又害了自己 這裡騎不到 天賜福就贏在頭那兩邊 他就吃虧在頭那兩邊 現在才再抽出去外面 其實我臨天下沒有了,尾這兩步 葉俊辰他好像不懂得跑 這些地濕應該有些影響 正常的地他一再都追到 看看時間,頭段是23秒37 第段22秒37 末段24秒06 總時間1分09秒8 這場賽事就有人要停賽 就是賀明年 早段拿位的時候阻到人 而去到第九場 賀明年其實多多保企 出閘不久 他就犯了不小心拆 所以這裡停賽 事完他出閘不久 大了11米柱的時候 他就近來 他就看不到帆龜然 壓了過去 令到莫雷拉那裡 都要去收一收馬 這裡賀明年也承認了不小心拆 他就罰了兩天停賽 兼加多4萬元的罰款 他就跑完6月30日之後 就停7月1日和4日這兩天 我們剛才提起的 范哥兒略略受阻 其實影響不大 范哥兒臨尾落很多票 成為大熱門 我覺得這些真是 在我們現場都說 這是最好的投注場合 這一馬上次贏的什麼對手 海豚勝育成精彩 升了班 加了他10分 一場頭馬5分 這些人這麼弱的對手 就加了他10分 還要成為熱門這些人 當然是攻擊他 這隻馬不是很厲害 上一次才是第二輪 其實 厲害就不會之前跨季 十幾次連批都跑不了 贏馬是後來的事 居然大熱門 尚未捧到 不過現在成功攻擊 那隻文明之聲 其實臨尾他都下了些票 看到著綠燈 下了13倍 也是 有些朋友都想著 寧願在那些 你原本想著他 其實當位失利的馬匹 結果就在泥漿地場合之下 就是走外疊 注定要走外疊 這些馬是一排的 這些檔位 那倒是 如果正常場地 我真的博他不在 因為之前贏了馬 都內蕩 回來有問到那隻協進神驅 周俊樂也是說 他覺得那隻馬 都是抗拒前面 踢起那些泥頭 吃那些泥瓣漿 不喜歡跑 回來驗那隻馬 就沒有明顯異常之狀 很多馬都抗拒 所以走外面那些 就沒有泥頭踢到 周俊樂這場就吸收到經驗 看下一場就知道 不過元朗之星 其實走得好 都可以抹底 因為還有這個 三班的千二米泥地賽事 不過可能會遇到 一些強的對手 他經常都不是很困 說完第十場 為什麼說 可能會遇到一些強對手